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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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了田氏极大的勇气 让田氏有了彻底取代吕氏的决心 到了陈元第八代世尊田河掌权的时候 此时的齐康公已经没有了任何权利 而田河仅需要寻找一个理由 最终齐康公被田河以荒音无道为由 将齐康公赶下王位 并发配到了海上的一个小岛中 自此将是七国退出历史的舞台 而田氏七国取而代之 这就是著名的田氏代齐 而田河就是田氏七国的第一代君主 史称齐太公 田河赶走齐康公后效仿韩赵魏 在魏文侯的帮助下 又有周围猎王制定的先例 最终原本只是陈子的田氏 成为了争霸一方的七国执政者 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到这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观众记得点一下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